朋友们好啊,2022年的1月29号 今天是礼拜六,大家祝我愉快啊 我们今天呢,先说一说董宏这个事儿 董宏判了死缓,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现在不都是死刑吗? 然后你要沉住气,别欢呼,别放炮 你等一等,接着他要补一句,缓期二年执行 我们小的时候,几十年成长过来 我始终听到的一种一个声音 叫什么,叫针对往些恶人最后处理的时候 宣判的时候,都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那你说,我们最近这么多年来 除了赖小民就个别的啊 我们就是不杀了 严格的执行了,忠实的执行了毛主席 当年的那个政策 叫一个不抓,一个不杀,大不不抓 但是把毛主席这话说用错地方了 一个都不杀 那怎么能平民愤呢? 那就说大家都死缓了,都无期了 这民愤就都未平 那就说民愤依旧呗 什么意思呢? 人民的愤怒 日甚一日 哈哈哈哈哈哈 那 你就不怕他哪天爆发吗? 啊 昨天晚上听到了这个消息 1月28号 青岛市中西文法院公开宣判 中央巡视组的原 副组长董宏受贿嫌 对被告人董宏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董宏当庭表示服从法院的判决 不上诉 就是配合的非常好 配合的非常好 嗯 那么这个消息里透露出了一些个 比较重要的信息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方才给大家 我读过的这段 说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董宏这个事最后的性质定性了 别的都没有事 或者别的都不算事 他就是受贿罪 应该说是 按照说法的话 董宏就是纯经济问题 叫受贿罪 像孙力军他们的罪名多了 是不是? 这董宏在这点上比较纯粹 就是受贿罪 那么消息里呢 透露出的第二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信息 是什么呢? 是这个相对于去年八月份 那个 那个那个公诉啊 对董宏的公诉 那个公诉把这个董宏的这个受贿 和他犯罪的这个起始时间呢 说的是他到了海南 做海南省委 副民主长的时候 啊 说他开始了 自己的这个敛财呀 和犯罪 但是呢 昨天宣判的时候 嗯 啊 说的是什么呢? 把这个事情给他提前了 提前到了1999年的时候 说他的这个受贿犯罪 起始于1999年 担任广东国际行动公司 国际行动投资公司 破产清算组成员的时候 就是 当时跟着王省长 哈哈 然后一起搞这个 这个广信 啊 说迄今为止最大的破产案 啊 搞广信的这个 破产清算的时候 他就开始了 敛财 这样的话呢 就是把董宏的犯罪时间 往前提前了 一两年 这是 第二个信息 啊 那么第三个信息 是什么呢? 是说这个 青岛法院啊 认为说这个董宏的行为 构成受贿罪 受贿的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的情节特别严重 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 特别重大的损失 就全是特别 全是特别 但是 全是特别怎么办呢? 全是特别就是应该说 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论罪应当判处死刑 然后呢 全国民人刚要笑出声来 但是 是 建于董宏 自动 投案 如实 供述 全部罪行 具有自首的情节 且其能够认罪 毁罪 积极退赃 赃款赃物 全部追缴到案 具有多个法定 着定 从宽处罚的情节 所以呢 对他判处死刑 这个事呢 就不立刻执行了 说黄脸脸再说 全国民人又笑不出声来 又笑不出来了 那么这段话里透出了什么信息呢 挺好玩 嗯 挺好 就是 几个特别 放在一起之后呢 这人好像不杀不足以拼命犯 但是他 自动投案 然后呢 供述全部罪行 就是 态度特别好 自动投案了 我犯罪了 投案自首 然后呢 全说了 我什么都没保留 关于我自己的 所有的这些罪行 当然跟他有关的 比如说 他的同事 老婆孩子 他的上级领导 他们家老大呀 什么这些事呢 说不说 不知道 咱们不知道 反正就是说 如实的供述了全部的罪行 那我估计跟他有关系的人 都没跑 全部 全部的罪行 但是呢 我们迄今为止 我们没听到过受董红 受费案影响 都有谁 比如说 被查了 被找人喝茶了 然后被清查了 被抓 被审 被判 不知道 没听说 那他这个全部罪行是什么呢 这个内容都是什么内容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这就不得而知了 这是第三个透露出的一个信息 第四个是什么呢 说他是积极退赃 赃款赃物全部追缴到案 这个事实上 我最诧异的这么一件事 最诧异的这么一件事 从1999年 广信开始 敛财 收钱 一直到他 被抓 被归 2020年 历时 时间跨度 21年 收了4億6千3百万 然后呢 自首了 交代全部罪行之后呢 全部的都 追缴到案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这董宏玩的 他是 搞这个人 搞什么钱币收藏 他说 我收桑虎 有人收藏什么这个那个的 搞集游啊 搞什么的啊 这个董宏是收集 世界各大币种吗 以人民币为主的世界各大币种吗 他有收藏收藏匹 是不是啊 这个 21年一个子没花 就一边 辅着一边收着 21年来 总共收了4 4.63亿 然后他一个子没花 他花什么 他可能工资就够他花的了 是不是啊 生活也比较清廉看来是 是 就我收的这些钱 我就是为了收藏 我从来不消费 否则的话 他怎么可能全部追缴呢 历时21年呢 你要想想 你要说两年两年一个月 是不是啊 两个月零十天 说全部追缴 那很可能 他没来得及花 钱刚刚到手 还热乎着 还没误热乎着 没来得及花 历时21年到最后了 他这个这个整个21年 他擦了这么多钱 最后一个子没少的 都返回 返回给 返回给国家了 哎你这个事什么 有点好玩 这个事 所以我高度怀疑 这个这个董红 他是有收藏癖的人 我觉得董红 就这个事呢 就堪比 这个 历史上两个人物啊 啊 历史上一个人物 和影视剧中的一个人物 影视剧就是这个 我说我从来不看这个 什么电视剧 这个去年的时候 我被我太太逼着说 你看看人家 人民的名义啊 就是你天天说的 这些正事 你看他这里面就有 我就看了几集 我看了第一集的时候 印象挺深的 就是这个谁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侯勇啊 侯勇演的那处长 国家宝不韦的 那处长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个那个 中国比较早期的那个小生 奶油小生 叫什么 那那那演那个高大上不得了 那那那那那那 那警察官那个 到他的别墅 到侯勇那个别墅里的 然后最后 倒出那么多那么多钱的 冰箱里的 什么床底下什么 然后呢 自己人在那吃炸酱面呢 还是镇定的不得了 嗯 炸酱面 一口炸酱面 一口他妈大蒜 哈哈 整个呢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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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同窜子 胡同窜子那种 北京大爷 就差那麽的一个小鸭蛋 来一瓶小二啊 是不是 他去他那个剧里面说 情节 情节这么交代 他说的 他那边一个字都没话 我估计没事过来 就开个冰箱门 掀开这个床垫子欣赏欣赏 嗯 哎 我想起的这么一组 这跟董红这些 一起同工吧 有点啊 第二个是谁呢 就是和珅 啊 就是我和大人 哈哈哈哈 啊 听说当年和大人 富可迪国吗 听说人家前龙爷都知道 都知道这个和大人他妈家里头 简直他妈的就就就就 大清朝的财政部了都 大清大清朝的这金库就在什么 这这这这公王府 啊 也史上说嘛 说人家他们都就 这个这个跟和珅势不两立的爱国者们 爱皇上的跟皇上告状 就说什么要收拾这个和珅 这大战官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呢 哈哈哈哈 但是前龙爷就不动手 就不收拾这个和珅 啊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啊 百思不得其解 说到后来了 啊 到后来啊 这个这个这个 把和珅搞死了之后 然后才开仓 然后亮亮相说和珅贪了多少东西 大家一看到吧 我的天 公王府 整个就是这么一真是就是一 就是财政部的金库一样 嗯 然后再到处这个 为什么前龙爷不抓他呢 抓他干嘛呀 啊 这个和珅活着的时候 敛财是不假 但他不花呀 是不是啊 他非但不花啊 啊 他把收的所有的这些金银细软呢 什么这种 他一个仓库又一个仓库呢 管理的那么简直比国库管理的还好 一尘不染 堆积如山 但一尘不染 然后账目极其明细 啊 那我为什么要抓的呢 前龙爷我为什么要抓的呢 这不就等于在国库之外 有开息的国库吗 人家还那么不畅调工资 人家拿一份俸禄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这么精细的帮你皇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打理着 看护着这 这这这皇家资产 是不是啊 我最后你不放在我这的话 你说还得盖新的仓库 一笔固定资 投资 是不是啊 啊 你还得他妈故人看着呀 是不是啊 你还得发想啊 还得支出一块他妈的 这这年缝 是不是啊 啊 你这多好啊 是不是啊 所有人前两年就不收拾这个 就不抓这个和神 和神默默的在为大清国 管理这个国家财产 哈哈哈哈 哎 我觉得董洪这就有点像啊 就有点像 你说4.63亿 这得多少钱呢 大家按体积算一算 重量啊 有人说说这个 如果都是人民币的话 一个亿大致说是多少 一个亿大致能有一吨 一吨重 差不多 说啊 那你说这四个多亿 这不就四五吨吗 他肯定不仅仅是人民币 啊 没准看澳大利亚原 澳大利亚塑料钱 估计比纸币要重点吧 啊 你再弄点什么的金砖金筷子 是不是啊 啊 你再弄点什么其他别的东西啊 啊 那你这个东西 他妈的 这得多大个地儿来 他放他这些东西啊 他就不放在自己家里 他都存在银行里的 他上哪儿多少家银行啊 这以多少个人的名义 开多少个户头啊 他不至于21年 就以董洪自己的名义 开了什么在在在全中国的 都大行里头 开多少账户 然后存自己的四六三亿嘛 啊 这钱肯定是在国内 肯定是没有没有出国 因为出了国的话 他说收缴全部的这个账户账款的话 这个钱如果在瑞士银行 你给我追回来我看看 这钱如果存在澳大利亚呢 是不是啊 你为了判他审他跟澳大利亚政府商量 他在这里存一个亿 我要收缴呗 你看澳大利亚耿意你吗 澳大利亚的银行给你吗 所以他全部收缴了 四六三亿 这意味着他所有这些账款 或者说折合账账款的这些物物件什么的啊 这四六三亿应该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管辖之内 都在都在大陆中国大陆 那你说这个钱他怎么存的呢 他怎么放的呢 哎 这个事太好玩了 这个事 啊 所以对于董红这个事 我们说从信息里我看到这个四条挺好 挺好玩 这四条 这四条信息啊 我觉得好玩 也觉得比较差异 那也觉得比较差异 嗯 但是 这似乎给我们一个 就可能让我们脑洞要开开我们自己的脑洞 是不是啊 啊 这董红为什么要受贿呢 他收了这么多钱他不花他为什么 那么 他为什么 在那个当口就自动的主动的投案 然后又把所有的账款全部上掉 为什么 这是很蹊跷 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这个事 所以我总的感觉我就是有一个直觉 我觉得这个董红好像是在替人办事 哈哈哈哈 无论是21年里他收的钱 还是他最后这个自首 有自首情节啊 然后退赃 我觉得他好像在办事 始终在办一件事 最后办不下去了 那算了那你就顶吧 顶着吧 把这个事就 就就就就就就 就圆了吧 哈哈 董红就慷慨的就 就上了 就上了法庭 去见了组织了就 董红的案子 这个水肯定是很深 他一定是远远超出了这个 这个法院宣判的时候 罗列的这些的事实 董红的案子后面大有玄机 嗯 这就像你看这个这一天多来昨天说的这个事 判了 然后呢这个财新 就是胡舒立那的财新系 财新系说这件事的时候呢 他就特别强调一件事 他强调什么呢 他强调董红呢 当年是薄一波的秘书 他就强调这个事 然后呢 带出这么一句 就是 哎 某大领导做的秘书 那大领导的儿子呢 几十年前也因为什么问题 然后进去 好几个媒体好几个号 我看了 说这个董红的事 都直接点到了薄一波的名字 但这个事跟薄一波跟薄老有什么关系 董红当时也不是薄一波的私人秘书吧 不是 董红那是中国委的秘书 董红是研究生毕业之后 直接分到了中国委做秘书 但那个时候八十年代初啊 董红那时候没开始受贿呢 你不说他受贿的这个 这个起始的时间是一九九九年吗 广信那案子开始了 那什么意思呢 按照财新的这种暗示 什么意思 是董红给薄一波做秘书的时候 就薄一波 是薄一波呀 还是薄一波那个儿子呀 犯了 所谓的犯了罪那个儿子 当时就说把手 教这董红 怎么贪 怎么敛 然后告诉他 你在这期间不要弄 你十年以后你才去弄 二十年以后一九九九年开始 你再去弄 这是很蹊跷 你拿薄一波这个说什么事呢 薄一波跟董红那没有任何关系 你为什么如此强调呢 而跟董红那案子大有关系的 是不是啊 你怎么就不提呢 你提搏一搏是不是就要放烟雾蛋呢 啊 是不是要误导大家呀 上你那条道 然后忘却了其他什么领导人 哈哈 董红判了 啊 全国人民又一次失望了 哈哈 笑到一半又听到了缓期二连之行 哈哈哈 不杀 到底能不能凭民愤呢 我认为不能 那这个民愤会越积越重 越积越深 啊 某一天引爆了你们怕不怕呢 我相信你们肯定怕 所以包括孙立军 孙立军能不能死刑呢 傅政华能不能死刑呢 啊 谁敢打赌 再跟天里跟一跟 我们记录在案 如果谁堵 傅政华 孙立军最后将判死刑的人 啊 留留言啊 哈哈哈 说到这儿 谢谢大家 嗯 哦 怎么 呢 ore